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使用的这种钓烙铁 这个头呢实验长之后就会出现氧化不沾锡 像这种情况呢 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烙铁头给扔掉 如果扔掉的话就会觉得太可惜了 看一下我这个烙铁头啊 就是氧化的非常严重 彻底发黑了 我们看一下啊 我先聚一下胶 好我们看啊 烙铁头非常的黑是吧 然后呢你看 它是彻底不沾锡了 画这个锡啊就非常的困难 原因就是这个氧化层太厚了 看到没有 根本锡都画不了 别说往上面焊东西了 是吧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方法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先把这个烙铁头这个氧化层 我们给它刮掉 把它刮掉之后啊 然后我们再进行第二步操作 其实啊单单的把这个给刮掉之后呢 它是还是不沾锡的 等我们刮完之后再来测试一下 把烙铁头周围这一圈啊 都给它刮干净 一定要刮到位 刮完之后啊 我们再给它上下松香 然后啊再简单的刮一下 看一下这个烙铁头啊 刮完之后呢 还是比较黑是吧 黑乎乎的 我们蘸点松香试一下 看一下啊 实际上这个刮好之后呢 它还是不沾锡的 看 一点都不放上粘是吧 粘不上去 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首先还要第二步操作 才可以修复好这个烙铁头 我们呢就是先蘸点松香 然后找一块这个废旧的电路板 一般就是有烙铁的 肯定就有这种废旧电路板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烙铁头 在这个电路板上面 给它这样的磨 找一个有焊锡的地方 这样给它磨 蘸点松香 然后呢焊锡少了的情况下 再加点焊锡 接着再给它磨 这样多磨一会儿之后啊 它就会蘸锡了 我们先测试一下啊 对于氧化比较严重的烙铁头 可以啊 用刀刮一刮 然后这样再接着再磨 循环磨个几次之后啊 一般的都能修复好这个烙铁头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烙铁头啊 看是否能蘸锡了 仔细看一下这个烙铁头 经过磨完之后啊 这个下边这部分已经可以粘锡了 我们看一下 是吧 已经可以挂上去锡了 然后上面这部分还是黑颜色的 我们还需要接着再给它磨一下 这个上面这部分 这个方法特别的好用 好了 视频今天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